Hello 各位 歡迎回到三個小新海會家 有留意我們Facebook Fanpage的朋友都知道 較早前我出差去了沙省的SARS Catoon 趁今天天氣好 天氣是不錯 因為沙省給人的感覺是很冷 夏天很熱 現在是五、六月的時間 其實是最好的時間 現在十多度 大家看看天氣是萬里無雲的藍天 領不上了 太美 離開會場 UFS 打個轉 跟大家聊聊 最主要是一些發生的事 但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參考 一些現在生活小貼士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有機會在講小貼士之前 跟大家簡單看一看UFS 今天是Long Weekend 都蠻舒服 再加上這麼好的天氣 而且真的沒甚麼人 可能是因為Long Weekend 平手樓也會有多少人 例如之前我們去過Toronto 看過UT UBC就不用介紹了 U of A 即是Edmonton U of Alberta 亦都之前去過 來到SARS Catoon 來到沙省 當然也不能錯過UFS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分享、點讚 三個小新海會家 出發了 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跟大家聊 Darky 上發 Hello Hello 終於找到一個位置坐了 風和一例 坐下來跟大家劇情計得不錯 Long Weekend 剛才走過一圈 其實昨天也走過一圈 U of S 今天走過一圈 反而這個區 昨天沒有來過 我相信是中心區 後面剛才拍到一個大的草原 中間有幾個 我想是主要建築 後面應該是學生中心 我說錯的 如果熟悉的朋友 糾正我 亦都經過不同的建築 當然 你的行業 不同的基本的科學 都有 有一兩個都挺有趣的 一個叫Archiculture 龍路系 一個就是Hagology 考古學 我相信少一些大學會有 我相信內陸有幾間 叫省下大學都有 我覺得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研究多一些 但整個感覺 整個建築都挺不同的 跟UBC 跟其他 我之前也去過U of A U of Alberta 感覺都會有少少不同 但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亦都覺得可以 去沙嬸讀 都去這個地方居住 讀幾年書都可以 不妨可以來這裏 參觀一下 先拿個感覺 這幾天經過SARS Katoon 其實都見到有少少有趣的 因為那些路 你能看到是比較多沙石 還有很多汗 我相信 因為可能這類長年雷月 基本上是下雪又積雪 冬天的時候 當然特別誇張 它可能積雪得多 其實周邊有很多草地 草地其實沙石都走到地上 還有水變成冰的時候 體積撐大了 變成地下的洞洞 就會迫爆了 可能政府覺得 已經收不及了 所以不維修 到這裏 但整體的感覺都是 平衡的 等於 你不要跟溫哥華 多倫多市中心比 但譬如你 多倫多周邊 或者溫哥華周邊 一些地區 走出去的感覺都像 它不是很多高樓大廈 那些房子都是比較矮些 就算落到Downtown等等 都可能是個別 會有些高點 但基本上都不是很高的 我覺得整個感覺都是 平衡的 但當然了 這幾天走出去吃東西 我這兩晚都去同一間的中菜館吃 如果你想吃中菜 選擇暫時我覺得不算很多 可能我未發現到 我之前放在Fanpage 有朋友也介紹我去某些餐廳 亞洲區 亞洲Fusion菜 多人都爆棚 我去到其實是無謂的 可能都真的 選擇不多 但有Demand 我想如果要來的朋友 在網上做多些資料搜集 一點點的感覺 就是我講今天的主題 現在生活小貼士雜感之前 跟大家分享 來到今天的正題 現在收到小貼士雜感 有幾個點 這幾天發生的 我試過 我覺得都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中一個就是 搭Uber 例如加拿大用Uber 去美國就有兩個 Lift和Uber Lift和加拿大應該是沒有的 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 其實有時候我走出來 有叫Uber Teen T-E-E-N Uber Teen 這次都用了 譬如女兒要自己搭車 感覺如何 和怎樣使用呢 其實你會在小朋友的手機上 安裝Apps 其實它會和家長的Uber帳戶連結 那當小朋友去上訂單 去訂訂訂單 是家長的 家長是知道的 當然扣錢是扣家長 你的感覺是比較安全的 第一 聽聞 就是那個司機 會再次做一個審查 即是盡確 他的評價及各方面 審查是否OK才能做這個司機 第二就是 Aapps 中 電池會有錄音的功能 理論上,全程車程都會錄音 如果有甚麼都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方面都是加多重的保障 第三,當然是你家長追蹤到 駕駛小朋友上車,駕駛到哪個位置 基本上都不用擔心,完全沒問題 而且大家會留意,它應該是貴少許的 如果駕駛小朋友訂購,可能是貴10% 這個我不會記得百分比,但會貴少許 但這方面貴少許就是 能夠重複安全性 感覺它用過都頗好 還有一個項目,它有個PIN 它有個PIN給小朋友的手機會彈出來 例如1234 上車時,司機就會問你一個PIN 然後拿回1234,確保大家對口合得到同一個人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我覺得比較安心 因為有時他周圍走,有時我們周圍旅行 小朋友在溫哥華,或者他們要去不同地方比賽時 他自己可能要坐車 這個我覺得是,我自己用過 感覺是OK 這個我沒有賣廣告的 我絕對不是收UBER廣告 不過我覺得用過也不錯 另外還有一個小的App 可以和大家分享 純粹個人分享,亦都沒有網絡 有一個叫Udig的App 在溫哥華會用得比較多 一個華人的叫車的App 當然是用夾子 當它好像用credit card有得 我就未去細節試過 但有一次,大家留意 譬如我打一個目的地,即是叫車時的App 打一個目的地的時候,他跳出來 就跳到另一個地址 變成他走出來的價錢給你看 可能是10萬元 但司機到的時候,不是,你的位置不太適合 所以我提議大家,如果用的時候 就不要打一個 例如,建設名或目的地的名字 你就打一個地址 打完地址,按進去,try to 按進去 看看是否是那個地址 不然就免得爭執 如果有用過的朋友可以留意 但如果你是沒有用過 或是沒有用過 他不用特別去 或者可以探索一下 這個叫做多一點點的資訊 給大家參考 另一個 我自己這幾天發生 就是在馬德一乘航空公司 乘飛機來沙傘 我自己一向對加拿大的航空公司 就沒有什麼好感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之前搭家航 由溫哥華飛去PEI的照片 中間亦都 兜兜轉轉,去了卡卡利轉機 然後去了多倫多轉機 轉機去PEI 又中間是Delay 變成我去不到PEI 所以我對家航沒有什麼好感 然後這次搭Wedjet Wedjet 我一向都覺得很一般 這次發生什麼事呢 正常,因為Wedjet 通常都是不包大行李 即是你自己付錢 45元價值 然後有一個拖箱 還有一個背包 拖箱都可以的 你放在上面 背包我通常的做法 大家都明白 放在前面的底 因為基本上 你不放都不行 因為空姐 一定要你放的 就照放,一向都是 我通常都帶一支 自己做一支噴霧仔 現在你知道是消毒 噴噴噴噴 我擦乾淨 很正常的東西 但是我背包放進去之後 幸好就是 我坐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而已 然後卡卡利來Saskatun 走了,下機了 拿到背包的時候 正常,背包上身 摸一摸後面會濕 背包後面濕 下機之後 出到機場的大廳 那一個大廳 摸一摸,濕了整個背包 和調邊 幸好就是碰一碰 衣服沒有弄髒 或者弄髒了一點 再看看,聞一聞 咖啡未來 糟糕了 因為應該是前陣子 有一個乘客倒下咖啡 當然沒有跟任何說的都沒有人知道 就變成整個地是濕了 當然 這個就是很多我們上網看 很多空姐都可能 說過 地毯其實很濕 所以我通常坐長途機回香港 我自己一定是戴拖鞋 無論是膠拖鞋 或者是酒店拖鞋 周圍走都會戴拖鞋 但是你放袋在前面,理論上你不會用手觸碰一下看會不會濕 又或者是 又怎樣檢測,看看會不會乾淨 你沒有辦法,我已經噴了東西,我當作很髒 噴了一些消毒、酒精 但他想不到它是這樣濕化 基本上是避無可避 所以我們都 走下去想投訴 或者叫避個案 走下去Sars-Katun 機場 Sars-Katun機場很小 一層 一邊就是check-in 一邊就是渡泊 基本上它有兩個 有一個counter,一個就是家行 一個就是 Rashet 去了幾次是沒有人的 OK 所以基本上 要做的事只可以網上投訴 網上投訴 網上投訴 當然我應該是前日做過這件事 做一個email的投訴 到現在都未回覆,希望它回覆我 因為其實我都很簡單 我的袋差不多要報銷了 因為其實很大一層的咖啡味 應該是 基本上應該整杯咖啡 或者大半杯咖啡 倒下去 我不知道 其實如果知道的朋友告訴我 究竟在旁邊的中間 我知道其實一模最清潔的 有沒有一些Protocode 或者有些Procedures 會有些檢查 或者什麼的東西 我相信沒有 因為太仔細了 要去到地毯 變得自己保障自己 下一次可能有很大機會 盡可能背包都放上去 自己就拿一個小背包 小袋 然後把重要的東西放在身上 把背包和手袋放在上面 我都不夠膽 把童年陰影 變成一招被射咬 就不會把背包塞在下面 小小我自己覺得 小觸蟲 但這次沒有辦法 但是 提到一件事 我覺得 如果在這些 情況 如果真的整個袋 真的要 要報銷 如果你都可以找到 航公司做一些 例如說 我會買一個 我都非常推薦的 就是買一個 我是全家人的 一家四口 就 環球 包括美國 尤其是你到美國出差 你到美國的 醫療是很貴的 起碼你先包美國的醫療 以及最基本的 行李的延期 尤其是你中間要轉機 這件事是相當重要 因為我試過一次 就是今年年初 我去城浩西 基本上就是 乘搭Air Alaska 如果大家有印象 剛好我記得的 在城浩西飛回 Francouver 剛好昨天 就是Air Alaska 那輛737 737 8000 Max 機門掉下來 就是那天 之前 那幾天就亂了 所有的航班 是因為它 跌了機門下來之後 航班有些飛機 重新Rearrange 變成 延遲了由 應該是晚上飛的 變成我翌日才可以走 那怎樣做呢 打電話去 沒有人聽 他叫你 又要發 傳過什麼 SMS Message 24小時 有人回覆 那些 也沒有人回覆 到現在還沒有回覆 我傳了過去 那怎樣做呢 我乾脆取消了這張機票 取消了之後 它有些refund 會給你 因為我用了來 我回程 我沒有用 然後馬上 看看哪些行公司 當晚 有航班直接 可以飛回家 OK 這個動作我記得 因為它有refund 我做extra用多了 300-400元 一行兩人 做完這個動作 然後留下所有單 我就向保険公司 Clam 捉足了 difference OK 所以這件事我只是覺得 都以備不時之所以 我記得多少錢呢 我記得是800元 加幣一年 800元加幣一年 基本上是剛才所謂的luggage 或者你延伍了你的酒店 你lucky-true 延伸了你 要買的用品等等 基本上都會包含 我覺得是頗值得去做的 如果你旅行得多 尤其是你多回香港 去日本玩 有些可能是 15天一個旅程 因為加拿大那些 跟香港不同 香港那些很簡單 你離開機場 之前你可能 通過什麼 恆生網 什麼 Blue Cross 買很簡單 這裏就複雜一點 你要選擇 通常有些是淨medical 有些就要包含 包含剛才我所說的 一些delay 或者luggage 大家可以 因應自己的需要去做 我覺得 這些好像昨天 Restrack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都可以去嘗試 如果我的袋真的要報銷了 但可能你需要去航空公司 拿一張始祖的報備 做一個證明 希望剛才一點 乘搭飛機的小提示 又或者是 一些用Apps的提示 再加上 還有一個關於家居補的小提示 時間休閒 留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今晚節目完結前 記得訂閱分享點贊 三個小生還會加 OK 下次再見 拜拜